修罗武神 第六千四十五章 此等异象 闻所未闻 作者 善良的蜜蜂 怎么回事 楚风兄弟他 秦玄眉头紧皱 感觉难以置信 事实上 在场这样觉得的人 不在少数 因为相比于戒天染那边引起的惊人场面 楚风这边 虽也有阶梯出现 也正在向星空高处的结界门延伸而去 可楚风的阶梯 是如此的简单 就只是再正常不过的阶梯而已 别说异象了 就连一点特别的气焰都没有掀起来啊 这不应该啊 楚风是王之血脉拥有者 还征服了麦之本源 他的天赋无与伦比 甚至被许多人认为 是超越奇母界染青的存在 为何他的阶梯 却如此简单 难道说 这就是小辈与老一辈的差距 这阶梯的反应 与天赋无关 而是关乎着修为吗 神之时代内的众人猜测之际 神之时代外的各方人马 却都有了相同的表情 浩瀚星空 安静的诡异 各方人马 无论身在何地 却都是张着大嘴 双眼瞪得溜圆 呼吸更是急促到 仿佛心脏都快跳了出来 所有人都被眼前的一幕 所深深震撼 甚至吓得不轻 因为神之时代外 那覆盖无数世界的神之 时代虚影 已经出现了变化 那变化 如梦如幻 堪称可怕 无边星空 一星一世界 而每颗星辰之间 却也都隔着较远的距离 因此 数千颗星辰 所覆盖面积 就已是极广 而眼下 星空之中 耀眼的九色雷霆 所向披靡 竟覆盖了数万颗星辰 那覆盖诸多星域的神之时代 巨大虚影 都被九色雷霆所覆盖 此一幕 何止在星空之中的人 较近的天河之人 就站在他们所在的世界内 也是能过 看到这惊人一幕 此等异象 见所未见 闻所未闻 所有人都看得出来 那正是天极血脉的雷霆 此刻开启阶梯的 只有两个人 一个是拥有天极血脉 的楚风 另一个是专修 结界之术的戒天然 根本无需猜想 人们也知道 这九色雷霆 必然是楚风所引起的 星空某处 飘浮着诸多昏死的身影 但也仍有一大部分人 保持清醒 而他们 也都被那漫天的神雷 所深深吸引 他们是比斗台内 被淘汰出来的 远古种族强者 每一个都是强大存在 可眼前一幕 却将他们也是 吓得不轻 我去他骂的 这一项是那小子引起的 人真的能引起如此一项 他到底是什么妖念 本来 他们还因为乾坤袋 以及一些宝物 被楚风夺取 想着如何报复楚风 可是 看到楚风开启天梯 所引起的异想 他们也是开始犹豫了 此等妖念 真的还要得罪吗? 而在星空深处 还隐藏着一条巨大的黑龙 黑龙头顶 站着一位身披黑甲 留着白发的男子 不可思议 如此一项 远古时期也从未见过呀 主人 您的眼光依旧非凡 此子必成大器 黑龙开口 这片虚空剧烈抖动 他体内蕴含可怕力量 若他愿意只是一声咆哮 孔族已将无数世界毁灭 只是眼下他的话语 外人听不到 引起的动静 外人也感受不到 唯有白发黑甲难听得到 借灵大帝的气韵 延续到了今日 竟被他找到了如此传承者 但依我看 楚风此子 日后未必是以结界之术封地 武力同样有此潜力 白发黑甲难道 主人 您觉得这楚风 能否得到神之时代内的传承 黑龙问 白发黑甲难 目光头像乃于浩瀚星空中 都是一望无际的九色雷霆 此等景象 纵使是他也颇受震撼 这番异象 的确是前无古人 可 神之时代内的传承 可没那么容易 拿到 结果如何 不得而知 主人 那要将此子收入麾下吗 黑龙问 此等人才 能为我所用 自然最好 画到此处 他将目光投向镜面内 映射出的另外一道身影 楚风的外公 戒天然 其实 那个戒天然 也不简单 白发黑甲难道 此等异象 确实不简单 但是它能引起如此异象 为何这个年纪 却只是如此修为 黑龙不简 应该是之前 故意压制修为 白发黑甲难道 一同收入麾下 黑龙问 再说吧 他与楚风之间恩怨不浅 若此愿不能解 自然不能收他 白发黑甲难道 此时 神之时代内 两座天梯同时连接到了 星空高处的结界门 但两道天梯 皆形成了通道 通道成形 楚风和戒天然 皆是随着通道升空而起 向那巨大结界门 飘浮而去 外人只能看个热闹 可楚风身在其中 所能看到的更多 与楚风眼中 通道尽头处的结界门 更像是一面镜子 那镜子倒是看不出什么 但却能够传递出感觉 楚风感觉到 这结界门内危险重重 这其中蕴藏着 极为了得的力量 可若想得到那力量 就必须先开启之物 否则踏入其中 只能遇到危险 无法有所收获 楚风自从踏入神之时代 就已是发现线索 知道这神之时代 最强的力量 若想得到 就需开启之物 眼下自己的这条路 却多半是 那最强力量所在的路 可他根本没有寻得 那开启之物 若是进去 便只能受苦 好处是捞不到的 终究还是走上了这条路 不知是好事还是坏事 哪有不知 没有好处 当然是坏事 想到这里 楚风做出了一个决定 下一刻 他便停止升空 同时阵阵碎裂之音响彻 以他为中心 那上下的阶梯 皆是开始瓦解 糟了 那阶梯怎么瓦解了 楚风 见此一幕 不明真相的秦玄等人 顿时紧张无比 可楚风却转身 笑着看向他们 同时 楚风的暗中传音 也映入秦玄等人耳联 莫要为我担心 倒是你们接下来 务必小心一些 记住 除了自己 谁都不要相信 尤其是七届圣府之人 楚风此话 刚刚映入他们耳联 那先前吸走 红魂宗等人的结界门 也是释放出一道犀利 笼罩住了楚风 将楚风 吸入结界门之内 与此同时 神之时代外 那覆盖整个神之时代的 九色雷霆 也随之消散 这更是让众人确定了 那九色雷霆 就是楚风引起 可楚风 为何失败了呢 众人不解 包括戒天然 也注意到了这一幕 可他却眉头微皱 他总觉得 事情没那么简单 主人 那小鬼似乎是主动放弃的 神之时代外 黑龙再度开口 嗯 白发黑甲男 微微点头 那他为何要放弃 开启如此天梯 自古以来闻所未闻 他放弃此路 岂不是错过大好机会 黑龙问 不知楚风抑郁何为 但此子必然有他的想法 白发黑甲男道 他出来也好 要将他接走 随我们一同进入第九天河 黑龙问 每个人 有每个人成长的路要走 除非他主动放弃 否则我们强加的干预 于他而言 未必是好事 若是有缘 日后定能相见 若是他走不到那一步 那也只能说明 他也只是昙花一现 白发黑甲男说话间 看向一片星空 那里没什么人聚集 可就在刚刚一道身影 出现在了那里 正是刚从神之时代内 淘汰掉的楚风 走 白发黑甲男道 主人去哪 黑龙问 第九道天河 白发黑甲男道 主人 不再虚观望一下吗 您不是说 那个戒天然也不简单 不知 他从神之时代内出来 会有怎样的收获 黑龙问 白发黑甲男 没过多解释 只是再度重复了一遍走 黑龙不敢多问 而是巨大身躯微微摆动 便已消失在了原地 没有留下丝毫气息 本章完 是巨大身躯微微摆动 明晨躯微微摆动 我任何位摆动 如何希望